抽到高虎许楚不会用 三是法证董博许楚 解军筹 四赛季平民玩家 靠这队打出各种各万的战宝 来看一下兄弟们啊 投稿的少年易德 来自4762伏 投稿的阵容是这队 法证许楚加董卓 说实话组的还是很可以的 并且是董卓有国策的 看一下加点 董卓也算了减五列 复C 整体联动就是 县镇加统加这个武力啊 对许楚董卓来说都很好用 加上前期的这个奶量生存能力 暂避保法证的爆头 然后防止许楚小天才暴毙 然后三世镇 然后疾风加清勇 这边是有说法 对比破军 炮主的实测是清勇非案的效果更好 因为现在战场环境 抵御 有说法证的仪役待劳 还有巡御的这个警戒 这些啊都是说靠多段伤害去破的 如果说带破军的话呢 很有可能啊被抵御掉啊 或者说被减伤掉 导致这个破军打不出伤害 所以这边选择的是先疾风后清勇 然后先疾风这种雨 先打出禁疗之后 敌人呢也买不上来了 所以说后来后续的清勇非案 哪怕说打到了这个仙阵营身上 或者草成基建身上 队员也买不出来 这是一个整体的联动性 然后这个位置啊 带他带的是这个万军夺帅啊 万军夺帅主要是打一手控制 这个位置是可变的 大家可以自行考虑自己有什么技能 比如说威谋 比如说草船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减伤类控制类啊 都是可以考虑带的 看一下啊 也有一些破万的战暴啊 很多啊 而且打出一万八啊 很漂亮的 四赛季啊 刚进PK的这么一个玩家 第一队打了一个高红的一个群攻 咱们这边轻松打下啊 轻松打下 三次以一代劳 看一下许鼠的输出 两万多 然后二队的话 又是打了一个群攻 就没打过了 对面又满兵了 然后后续咱们再看 鼠攻 爆了关羽的头 这对徐鼠只要是盯着主将奏啊 确实很少有主将能顶得住 这边打了一对三吕 满红吕布 灌伤害 咱们是没顶住啊 又是打了对三吕啊 这回拿下了 先阵营立功 六千的奶量 非常好 非常好 打了一对五虎 算是一换一了吧 咱们这边也是比较残啊 五虎爆发能力还是很强的 然后打了一对周瑜 陆迅陆抗的嘟嘟攻 现阵营 奶了一万啊 这个火多段伤害 现阵营奶的非常恐怖啊 哦 这边第一个都穿看一下 打了个五虎 轻松拿下 第二对 一个风势阵的香香啊 但是带着橡兵 爆发力不太够 这边是一个三式法阵啊 张角有点白了 四四五雷红顶啊 咱们这边还是顶住了 又是一个三吕 五虎 这五虎太红了 顶不住 剑植阿满 三吕 满红的吕布 爆头 这边打了一个三仙 哎 这个漂亮啊 这个高红动态三仙 顶配带了藤甲兵呢 咱们这边还是顶住了 非常好 拿下啊 五虎 又是一对五虎 哦 打了一个高红的 吕蒙成普周瑜 这对其实还不错啊 但是他组的 也算可以了 就是没给草船借鉴啊 也算可以了 然后直接抱了周瑜的头 打了一个满红的 这个还不错 应该直接索敌 然后打了一个潜龙阵的张角啊 又是抱了鲁肃的头 鲁肃是A 这边哎 又打了一个满红的 不是高红的张角啊 继续抱头 只要许楚索敌 这个抱头能力确实是猛啊 现阵生气 中勇破阵 然后乐风横扫 打了一个SP的桃源 直接没了 打了一个白嘟嘟 拿下 现阵营买了5000 哦 这边打了个五虎旗 破阵宗兵八门 乐风清勇啊 技能稍微差一点 赢的还不错 继续抱头 主要看许楚能不能抱头啊 这个许楚抱头还是屌 打工兵的话 主要靠现阵营顶这个火 现阵营可以奶的很多 这边是张角四发五雷轰顶啊 没顶住 然后法证先没了 打了队麒麟 暂避草船识别 没有太平的 还可以啊 继续抱头 打了一个满红吕布啊 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吕布满红的董白武风阵啊 这个确实太红了 但是也是差一点报了调缠 大家如果许楚 红度比较高的话 是可以参考这堆的啊 三是法证 保证整体生存能力 然后许楚主C 董卓复C 这么一个 严重性啊 董卓还能给 许楚提供九十肉林 提供续航能力 提供武力 提供导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